Odia Jungle 在问题之中,钓鱼岛争端爆发以来,日本就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南海。然而,近期日本对南海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兴趣,积极拉拢各方势力搅局南海,有意恶化中国的安全形势。 据日本共同社,1月29日报道,日本海上保安厅与马来西亚海上警备部门,29日在南海举行联合演习。此次演习地点位于南海的马来西亚附近海域,设向民间船只在管弹海域的公海上被海盗占领。 共有200多名马方人员,60名日海上保安厅队员参加,日本去年无常向马来西亚提供的二手巡航船也参与其中。 对此,日本东京新闻直言不讳地指出,日本强化与东南亚各国的合作,目的是为了应对中国在南海地区的力量扩张。 欲加之罪,何患无辞,日本是南海域外国家,不断插足南海只能说是心里有鬼,南海是中国固有领土,我国在南海的行动轮,不到日本说三到四。 况且,把南海军事的国家是谁,日本对此装聋作哑,闭口不提。 当然,我们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,此次日马连眼,这能说是挂着打海盗的旗帜,肆意侵犯中国主权。 演习的参与者之一是日本海上保安厅,想必大家都不陌生,每次钓鱼岛出问题都少,不了其巡逻船,可谓是嚣张一时,如今跑到南海搞事,可谓居心叵测。 由此看来,日本是想要给马国船道授业解惑,不但如此,演习都把日本赠送的二手巡逻船都拿出来了,看来日本不但提供方法还提供装备,想得满周到的。 日本说是为了打海盗,只能是自欺欺人,三岁孩童都不信,马来西亚在南海问题上一般是比较低调的国家,此次似乎是被日本灌了迷魂汤,动了歪脑筋。 当然,希望马国看清大事,不要开倒车,不光是拉拢南海周边国家搅局,日本对西方国家所谓的自由航行也是情有独钟。 在1月18日,安倍与到访的道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在会谈中表示,考虑到中国日益活跃的海洋活动,日澳双方就强化安全及防卫合作达成了一致。 明确指出日澳双方对中国在南海的行动表示担忧,日本防卫向小野四五点在27日与法防长帕尔里举行会谈,双方对中国推进南海军事化给予批评,就重视南海航行自由达成了一致。 当然,除了法傲,日本对拉拢英国搅局南海也是乐此不彼,只不过英国目前忙于脱欧,无暇顾及南海,短短一个月,日本把主要的西方大国都推进了南海局势之中,但人再多也是一群无可之众,往往做一些同床一梦的事情。 在接下来,日本在南海会更加活跃,积极充当仲裁者、较缩者等角色,看似来势汹汹,但在东南亚日本很难与中国抗衡,掀不起多大波澜,顶多是美国的跑腿,从早前拉拢菲律宾被拒绝,就可以知道日本的营销手段不得人心。 如今拉拢马国也只会碰一鼻子灰,我们也要先给日本打好预防针,不是不报时候未到。